由班級代號自動代出另外兩個欄位 代號在這裡 班別跟時數 那我就把這個也許拿來 再複製一個 那做個變化題 A欄不要 然後B欄跟C欄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兩個 B欄跟C欄也許把這兩個 把它 選擇性貼上好了 然後把它改成只有跟目的一樣 然後這底下的東西 就可以把它全部刪掉好了 很多向右向下 Delete掉 那我希望怎麼樣 這邊一樣有下拉清單 我希望能夠當他下拉清單的時候 自動代出什麼 班別跟時數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而且工作上好像還蠻多地方 會有這樣的需求 其實也跟那個資料庫的概念一樣 因為呢 通常你的 有些詳細資料 是在另外的工作表 那你需要的時候 你希望可以 能夠自動把它帶過來 可是問題現在沒有 那如果現在沒有的話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其實 我剛剛那個程式啦 你背不起來沒關係啦 你至少要留下來當範本 以後用修改就好了 其實像這個地方 你改也可以改出來 但是你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一 你要先知道 你的那個 事件應該寫在哪裡 我們現在是這個 所以我這個名稱 我第一個要先找到什麼 找到跟他一樣的名稱 應該是這一個 所以你不要寫錯 那個 工作表 物件 如果你寫錯的話 那他就不會 不會去動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因為我剛剛是複製 旁邊這個 所以基本上他東西 舊的東西都還在 那所以呢 我都不用改了 那我只要怎麼樣呢 只要拿原來的東西來 有點像填空題 修改而已啦 或者你如果 以後沒有這程式沒關係啦 你乾脆從我雲端上面這一段 Ctrl C 有沒有 然後Ctrl V貼上 OK Ctrl V貼上 來做修改也OK 那至於要改哪些地方 1 因為我要 Change的 蘭是 A蘭 這邊是 C蘭 所以其實你可以 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理解啦 你不能打一個A 因為他好像不支援 不支援文字 的敘述 那如果你要避開那個什麼呢 那個 第一列的話 這個可以加可以不要加 因為我這邊有加一個 如果大於1的時候才會執行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是執行的是 第一列 或這種情況 其實應該也不太會 可能會出現 所以不加也沒有關係 再來的話 如果清空的話 那我也把 剛剛是什麼呢 B蘭跟C 剛剛是D蘭 所以現在是改成 B跟C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改成 B 然後把這一行 再複製 再貼上一下 這邊改成C 然後再來的話 底下這邊也這樣 所以1一樣 把它貼上改一下 那再來其他部分的話呢 再來就是把公式稍微修改 那改的地方 因為我還是需要先產生一個公式 所以我們理論上 還是先做一遍 再把公式貼過去 然後呢 查他 去哪邊查 去F 3裡面的 班級 那是什麼 開課班別 然後呢 我要把第2欄抓過來 比對方式完全比對 按確定 當然這個公式做完旁邊應該只有改一個3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旁邊的東西 基本上是 把這個在 貼上改一個3 因為他的 欄位在第3欄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剛剛的公式直接複製過去的話 你可能就要注意 基本上呢 當然也是 如果你向下填滿一個 這個 底下的東西沒有 你會發現喔 23 其實會改的就這一個 所以將來 Target.Raw的話 恐怕你要改這個地方 所以我把這個 複製一下 取消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這個公式的後面 那一樣喔 這邊把它改成 B 後面這一串 你重新再來過 貼上剛剛的公式 把什麼呢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Target.Raw 所以 雙一號雙一號 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然後呢 再把這個Target.Raw 搬到中間 複製一下 然後 空白鍵一下 And前後 好 那 這個做完之後 B欄就有公式了 再來就C欄 C欄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一樣 Ctrl C 貼到底下 多一欄 自動帶出B欄 然後自動帶出 C欄 然後 只要改什麼 公式這邊有沒有 改成 3 OK 大功告成 應該知道我在改哪裡吧 反正基本上 如果你將來想要 做出一個 VBA的 自動帶出版本的話 其實說真的 就是 知道改什麼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大概只有 改那個 大概應該 就是 其他這邊 只有Colon這邊改一下吧 這邊都一樣 藍素改一下 其他的話就是 把公式在貼上 把會變動的東西 改成Target.Raw 其他應該沒有了 做完之後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會錯你 射中斷點一下 射中斷點 設在這上面這邊好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看看他會不會Walk 所以我這邊的話 假如說我 先選一個 C1好了 他會不會跑呢 是不是第一 是 按F8 下一行 然後呢 是不是空的 不是 所以L 所以他動態怎麼樣 就丟一個公式呢 到B欄裡面 B欄丟進去 沒錯 查出來了 再來的話呢 再 是不是 再來C欄 有沒有 再丟一個 不過呢 C欄丟過去的話呢 有一點點狀況 什麼狀況 這結果好像不對 對 時速的話應該 要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範圍 可能要把那個格式 要 改回原來的那個吧 通用格式 這樣就OK了 所以 理論上丟過來的東西 應該沒錯啦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可以把這個中斷點拿掉 埋執行 理論上這樣應該點一下 對自動帶過來 有沒有 每一班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 以後呢 你在工作上 你會發現 好方便 這東西 只是說你可能要先 把這個熟悉一下 以後要帶幾來 就帶幾來 關鍵就是後面這個東西啦 我剛剛本來 我們這一欄嘛 現在再多一欄 如果你要再多一欄 再多一行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我們把那個剛剛 那個開課斑別 自動帶出 再延伸一個變化 就是自動帶出 斑別的代號 後面的 這個斑別跟時數部分 OK 請各位試一下 大家才會不會 下星期見 給我們 迫 那